燕琳的爱太拿得出手了 她对江雪宁的喜欢 是那种情窦初开少男的喜欢 干净纯粹 她喜欢江雪宁 因为雪宁不交入造作 她性格爽朗调皮 不同于任何家的女孩子 燕琳对江雪宁 真是打心眼的喜欢 她想让全世界知道 我的爱轰轰烈烈 绝不遮遮掩掩 可也因如此 这份爱脆弱无比 面对燕琳 江雪宁总是怪怪的 她放不开 因为带着前世的记忆 江雪宁自知亏欠燕琳 她想尽办法 努力改变事情变换的方向 不希望燕琳重走上一世的负责 她视燕琳为挚友 却从未爱过她 上一世负了燕琳的爱 这一世她依旧无法爱上对方 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重生归来以前 恰逢燕府造慢 燕琳发现江雪宁 为了走向皇后之位 背叛了自己 她的整个世界都被颠覆了 她选择报复江雪宁 掌握军权后 她闯入后宫 囚禁江雪宁 那日复一日的强行折磨 江雪宁都记得清清楚楚 所以第二世在面对燕琳的时候 雪宁心中有亏欠 更有隔阂 如果说江雪宁是燕琳的白月光 那么张哲就是江雪宁的白月光 张哲已是清白的好官 忠孝连杰一身正气 从不讨好任何人 也从不拉帮结派 她一心只想做一个 为国为民的好官 可她偏偏遇到了江雪宁 前一世她是皇后 她是臣子 为了江雪宁 她做了违背自己良心的事 被下入大狱 就连自己母亲的最后一面都没见到 她心中爱着江雪宁 可这种惨痛的记忆 如同隔着两人中间 无法平复的山海 其实第二世出现的张哲 同江雪宁一样 也是带着上一世的记忆回来的 江雪宁心中对张哲 一直怀揣爱意 她努力收起自己的刺 想要呈现出一个 配得上张哲的姑娘 但当她发现张哲 也带着上一世的记忆时 雪宁前面所有的信念都崩塌了 如何才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 一样与张哲相处 而上一世所有的记忆 也注定了两人不可能走到一起 其实在第二世的时候 张哲依旧欣惜江雪宁 可她像过去臣服了 无法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 心无波澜地面对江雪宁 所以她说 希望雪宁找一个适合自己的人 自己并不是雪宁最佳人选 她一直拒绝她 可喜欢这种东西毫无道理 想要抗拒 一次一次地用理性告诉自己 绝对不可能 但是在雪宁需要帮助的时候 她又忍不住地向她靠近 张哲的爱不同于燕林 而谢威对雪宁的爱 又不同于她们任何一个 谢威 沈杰 燕林 张哲 她们和江雪宁的爱恨纠葛 很难说从哪里开始的 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结束 对 所以 谢谢大家